穿著一身白色套裝 她是台灣嘉莉高曼容 代表台灣參加亞洲環球小姐選美 但卻在馬來西亞眼眶飯頭 手裡還拿著衛生紙擦拭 全程被桃園市府資訊科技局長 于婉如拍了下來 4號當天她參加2022世界創新與科技大會 卻在準備上台和大會來賓打招呼時 被拉住要求不准上台 當時各國嘉莉都紛紛上台 拿著自家國旗揮舞向台下來賓打招呼 唯獨台灣代表被扣在台下 讓高曼容滿肚子的委屈 儘管主辦單位事後也來道歉 但于婉如表示會發生這樣的插曲 就是因為中國在背後打壓 而且類似情形並非第一次讓她氣得發文 中國的無理打壓是民主國家不能忍受的 強調我們的路還很長 只有團結一起加油 而當時現場的台灣團也大喊 台灣GO 幫高曼容加油 要讓在場的來賓知道台灣嘉莉也有出席 說明啟稍為令27年 大喊 馬我 大喊